各位媒体午安 那我就针对促进国际生来台 及留台的一个实施计划 跟各位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那依现行我们在国发会 召集的五首长会议里面 已经针对我国强化人口 及移民政策 那在教育部的部分 我们是配合国内产业发展需求 来扩大招收及留用桥外生 所以目前已经有一些 多元的一些招生的培育模式 那但是因应产业人才的需求 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如何来再强化 让桥外生留台 跟留台的一个诱因 所以我们提出了五年 投入52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从2024到2028 我们来投入了52亿元 预计累计到2030年 我们可以累计招收新生 超过32万人 那留用人数累计预计 可以达到21万 那这个计划 我们会从三个面向 人才交流循环 讲助措施 就业辅导 三个面向去提出 三个执行策略 那第一个策略就是 以往我们的招生 国际交流 都是单打独斗 我们的大学都是单打独斗 所以我们这是希望 透过群体的力量 一起来强化跟加强 所以我们会整合大学 成立两大联盟 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在海外会有10个海外的基地 那我们第一个联盟 就是针对我们目前 国家重点领域研究学院 就创新半导体学院的 12所大学为主 来成立一个国际合作联盟 那合作的对象 当然是美欧的大学 跟学术研究机构 合作领域会有理工医农 生医 半导体金融等等 那海外基地 我们会设在美国跟中东欧 那另外一个联盟 是针对产学教育合作联盟 那这个会是深化在 我们新南向的一个国家 那这几年 我们已经有一些稳固的连结 那只要我们的大学 能够跟我们国内的企业合作 愿意提出这样的人才需求 而且每个月承诺 可以给我们这一些境外生 一万元以上的 这样的助学金的学校 那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联盟 那我们当然招收的是 全球优秀的大学的 在学的或是毕业的境外生 但第一阶段 先以新南向国家为优先 那领域别是以Steam领域 金融跟半导体 所以我们会先设三个基地 越南 菲律宾跟印尼 后续会陆续的来做增加 当然我们这个基地的任务 除了来促进国际的合作交流 那还有就是我们会来跟企业 共同的去海外做一些招生 还有在海外设华语训练的 这样的班别 短程的课程等等 那我们的学生取得了 我们这样的奖学金 两年 至多两年的奖学金 当然他要留台工作两年 好 那我们的奖助措施 我们这次为了因应来扩增 所以我们新增了一个新型的专班 那这新型的专班会有四个样态 一个就是所谓的学士双联 大家都知道双联会有2加2 会有3加1都可以 或是二年制的学士专班 来台湾就读两年的学士专班 或是他在国外大学毕业来台湾就读学士后 因为我们台湾的STEM领域 厂商的薪资等等都非常的有诱因 可以来吸引他们来念我们的学士后专班 那第四种就是两年制的 硕博士的这样的一个专班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一类的申员我们不是招收高中毕业生 所以我们去区隔现有的这些境外生的路径的管道 我们再增加大学在学的学生或是专科的毕业生 来扩大我们整个申员的来源 好那我们的讲助措施 当然企业要一起过来 因为企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会跟企业一起来合作 那企业在这个中间两年的就学过程 能够提供每个月至少一万元的助学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让我们这些境外生是有机会 可以好好的在台湾好好的就学 那两年的奖助学金国发会就会搭配 除了两年的学杂费来补助之外 还有他来台的机票跟相关的 例如说签证健康检查的行政费用 我们也给予补助 所以这些学生得到了政府跟企业的资源 那他毕业之后就至少留台工作两年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计划专班的一个 比较不同以往的一个专班 当然透过这样的一个专班行政资源 还有奖助学金的提供之后 我们的大学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对于 境外生的一个职业咨询跟就业辅导机制 能够再更增强希望这些境外生毕业之后 能够顺利的留台甚至愿意 永居等等我们都会透过部会的协调 一起来协助这些优秀的境外生 为我们产业所用 让我们的产业有充足的人力 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 以上 谢谢杨司长 接下来请侨委会侨生处 邮政财处长说明 扩大培育及留用侨生报告 大家好 以下由侨委员会来向各位进行 扩大培育及留用侨生的一个简报 那我们知道目前 人才进组可以说是各界所非常关注的 这个人才进组也扎根到人才的培育部分 因此侨委员会就承报了一个忠诚计划 扩大培育与留用侨生报经行政院的同意 那目前侨委会在办理侨生人才培育的部分 我们目标是希望达到2030年 可以培育留用60540人侨生留在台湾工作 以下向各位简报 我们在办理的一个情形 那各位可以从这个简报里面看到 侨委员会我们有两个专班 一个是产学吸手合作计划 侨生专班 这是一个三年加四年 也就是说三年来台湾念技术型高中 再执升到对接的四年科技大学 透过建教合作产学合作的方式 我们鼓励学生来台湾学习一个产业技术 另外一个专班呢 我们是称为台湾产业技术学士班 是四年制的学士班 在这两个专班里面 我们同时鼓励我们所有的海外的优秀侨生同学 来台湾学习我们先进的一个产业技术 包括制造业 营造业 机构看护 也是长照 农业 还有电子商务 同时跨部会之间 我们也针对我们国内的产业需求 我们滚动的调整 加入了服务类科 我们希望开设这些相关的类科 让海外的侨生同学有机会来台湾学习先进的技术 请看下一页 那跟各位来报告 目前我们在办理三加市产息专班报名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简报里面看到 从107年我们有1711人 然后到了今年报名人数已经达到4512人 那成长率是达到263% 那这一个专班呢 受到海外侨生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他们觉得有机会能够台湾到台湾来学习 然后这种三加四的方案 学习产业技术对他们受益很大 那另外我们看到台湾产业技术学士班 在去年我们可以看到有90个人 然后到今年成长到417个人 那这个成长的幅度也是相当大 这两个专班呢 我们就是按照刚刚所向各位简报的这个六个类科 来鼓励学生来台湾研习 请看下一页 那在台湾研习的这个教育过程 培育过程里面 刚有向各位先进来报告 我们鼓励这些乔生同学有机会留在台湾工作 在台湾工作我们的制度叫评点制 那所有的乔生同学他们大学毕业之后 可以透过评点制留在台湾工作 那这个评点制适用的是乔外生一体适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在这个表里面 这个是逐年成长的一个趋势 103年7月开始 我们开始有评点制的一个留用申请 一直到去年度我们达到了 全部有三七六七人 那么到今年度的7月已经达到二三七四人 所以我们从这个表的一个趋势来看 所有的乔生同学来到台湾 他们希望留在台湾的这个想法 是逐年成长 所以人数也是逐年的一个增加的 那未来乔生同学他们时常反映到 能够到台湾来念书 觉得台湾有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社会环境 然后像我们这边有乔建宝 那同时呢 我们在台湾的非常良好的一个整体的教育制度 我们的技职教育的环境 建教合作 都是非常吸引乔生同学 我们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乔生同学来到台湾念书 以上是乔外会的简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